SUV汽车里弥漫着烟草味和酸汗味 因为长时间的捆腹 双手的血液已经有点不流通 垃在嘴上的布条 让它不住地流口水 在右夹形成一道印记 一直延伸到右耳根部 前座上轮流开车的两个男人 一个留着大胡子 一个戴着鸭舌帽 天黑之后 他们依然在这片邻居行驶 此刻开车的是鸭舌帽 大胡子喝了啤酒 已经歪在座椅上睡着了 发出阵阵憨声 两人并未察觉 小侄一直在暗暗做一件事情 他在试着松开背后的绳子 小侄把双手反复扭动 从结实的绳结中制造出一点空隙 耗费了数小时 才把第一只手抽出来 大家好 这里是观山太宝 我是主播于连舟 如果喜欢我们的故事 那就订阅我们吧 双手摆脱了束缚 小侄却更加紧张 要是被发现一定会被揍的 他只能等待时机 被绑架的十多个小时里 绑匪没有给他吃过东西 小侄饿得胃部一阵阵静软 害怕他尿在车上 鸭舌帽声色俱力地警告过他 每隔一小时他会来询问一下 如果想尿尿就点头 不想则摇头 大约半小时后 车停了下来 大胡子依然没有醒 一道四目的手电光柱 打在小侄的脸上 晃得他眯起了眼睛 喂 想尿尿吗 小侄点头 把背后被解开的绳子 弄成依然捆腹的样子 末端抓在手里 鸭舌帽跳下车 打开后车门 然后把小侄拖出来 领着他道路边 男人俯下身 帮他拉开拉链的时候 小侄的心跳得 快要从嘴里蹦出来了 他突然松开手上的绳子 全力一推 失去平衡的鸭舌帽摔倒在地 大骂一声可恶 小侄不敢停留 朝着路边的树林跑去 他拼命地跑 根本顾不上手脚 被灌木的尖刺划伤 突然他摔倒在一块告示牌前面 抬起头 皎洁的月光 把上面的字照得一清二楚 请珍惜你的生命 最下面写着 富士吉田警察署的字样 这片森林 居然是有名的自杀之森 青木园树海 看见告示牌时 他已经置身青木园的边缘地带 身后传来两个男人的叫嚷声 及跑动声 隐约可见手电光在闪烁晃动 虽然小侄年仅十二岁 但他也知道青木园的可怕 这片富士山脚下的密林 就像百慕大一样被谜团包裹 这里磁场异常 怪事频发 经常有人迷失其中 或者永远地消失 突然 有手电光晃在小侄的脸上 鸭舌帽的呼喊声近在咫尺 他在那里 小侄慌不择路 把腿朝着密林深处跑去 参天的松树盘根错节 时不时能看见 朽烂的麻绳挂在树上 松针里扮演着脏兮兮的鞋子 最吓人的是一句句 白森森的颅骨 这天晚上的月光特别明亮 参丝的树影投射在林间小镜上 让人心里毛毛的 后面又传来脚步声 还有手电的光运 旁边有个被灌木眼珠的岔道 被铁链封锁 挂着立入禁止的牌子 小侄想起电影里的追逐情节 便钻了进去 把身体伏低在灌木丛中 不多时 鸭舌帽追了过来 小侄的心剧烈跳动着 他在地上胡乱摸索 摸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质感不像树枝 倒像是人的颈骨 啊 这声尖叫不是小侄发出的 而是从树林的另一边 似乎是那个大胡子的声音 鸭舌帽向那边回头张望的时候 小侄从灌木丛里钻出来 向着密林深处狂奔而去 小鬼 站住 鸭舌帽追出一段距离 又有点担心自己的同伴 便向着大胡子那边跑去 小侄在树林间一路奔跑 偶尔听见咕咕的叫声 像是鸟泪发出的 在黑暗里让人毛骨悚然 突然前面有人的声音 他赶紧坐在一棵树后面 空地上的人居然是大胡子 他的手电掉在地上 好像刚刚经历了什么似的 坐在那里不停地俯着胸口 接着鸭舌帽从侧面的树丛中 钻了出来 自己明明是朝反方向跑的 小侄暗暗诧异 他不敢有任何动作 连呼吸的动静都放到最轻 生怕被这两个绑匪发现 你刚才乱喊什么 我差点就追上那个小鬼了 我 我看见妖怪了 喂 你别吓唬我 大胡子的神情非常认真 鸭舌帽不放心地追问 真的 嗯 黑乎乎的 个子很高大 大胡子捂着心口 我们快点离开这里吧 我可不想为了钱 把命送在这里 我真是看不起你 嚷着要绑架那小鬼赚一票的是你 现在打退堂鼓的也是你 事情已经做了 不拿到那份钱我是不会罢休的 我们分头去找 一个小时后 无论有没有找到 都在这里集合 带到两人走远 小侄从树后面走出来 凭着印象 朝来时的方向跑去 小侄一次也没有来过树海 但他对这里很熟悉 因为他的母亲曾经在这里自杀 他从小一直跟着父亲生活 对母亲的印象 只来源于一张旧照片 照片中的母亲温柔美丽 面带笑容 怀抱着刚刚出生不久的他 严厉的父亲 从来都不愿提起母亲自杀的原因 对小侄 则当作接班人来培养 从他年幼开始 每天就要上很多课 接受很多培训 可以说 小侄的人生 仿佛在一个玻璃罐子里般压抑止息 在小侄的梦境中 穿着一袭白裙 如同天使一样的母亲经常会出现 这是他幻想出来的母亲形象 空气中那诡异的声响 一刻也没有停息过 他仿佛听见手骨和齿巴的声音 忽而遥远忽而寂寂 又似乎有女人的哭泣声 小侄用双手不停搓着胳膊 比起凌晨的露水 这里的一样气氛更让他浑身发冷 此时大约是凌晨四点 月亮已经熄垂 林中渐渐涌起一股迷离的雾气 如梦如幻 好像从地下升腾起的一般 小侄突然听见前方有的响动声 便赶紧把身体扶低下来 悄悄地靠近 前方的一棵树下站着鸭舌帽 他正在往树上拴一条皮带 皮带是他自己的 他的裤子松垮垮地掉在脚上 鸭舌帽表情麻木地忙活着 绳圈绑好后 他把脑袋塞了进去 但是他的双脚刚好能触到地上 把自己吊死的计划无法实现 鸭舌帽把裤子退下来 开始用牙齿撕咬 把裤子撕成一条一条的 粗硬的纤维质布料 割烂了他的嘴角 本人却似乎没有一点觉察 最后他把布料搓成了一根绳子 然后脱下上衣 拾起四周的土块和石头 包在里面 最后用绳子的一端捆结实 看上去那一包东西相当沉重 抱着他走动时 鸭舌帽的脚步都有点蹒跚 接着 他把绳子的另一端捆在双脚上 绳子吊着的重物 则从后背越过放在了身前 然后他抱着这包东西 小布挪向绑好的绳圈 把脑袋放了进去 再接着他一撒手 重物落地 双腿在重力的作用下被反折了起来 这个人居然用这种双腿反折的姿态 把自己吊在了绳圈中 说不出的怪异 这样冷静从容的自杀过程 让躲在暗处的小植下的浑身乱颤 脸色苍白 鸭舌帽的四肢剧烈抽出了几下 然后就不再动弹了 舌头长长地吐出来 眼球也翻突了出来 胯间有液体在不断低落 正当小植吓得魂飞魄散之时 黑暗里慢腾腾走出来一个东西 小植差点尖叫出声 那是一个奇长无比的人 他高达三米 通体肌肤呈现一种棕褐色 在月光下反射出一种 类似流质的光泽 怪物瘦如刀削 细长的双臂垂到膝盖处 双腿也细得像竹竿一样 更可怕的是他的脸 那已经不能称其为脸 他的两个眼睛 是两个黑乎乎的小孔 嘴巴则像一个圆圈 他没有毛发 耳朵又小又高 像猴子的耳朵 他走到鸭舌帽的尸体前 像狗一样蹲下来 从嘴里伸出一条长长的舌头 去舔尸尸体 伴随着舔尸发出吸溜吸溜的声响 这似乎让怪物非常兴奋 他的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响 像是一种怪鸟的叫声 小侄捂着嘴 连连后退 突然脚踏到了一根枯树枝 发出一声脆响 那个丑陋的怪物 突然朝这边扭过头 长长的舌头像受惊吓的蜗牛一样 缩回大张的嘴里 那没有表情的五官 透出一种异样的恐怖 小侄吓得扭头 不顾一切地往前奔跑 当他抬头朝前方看时 刹那间一股凉气从脚底直窜上脑袋 树上悬挂着鸭舌帽的尸体 正微微地摇晃着 森林把他带回到了原点 就在这时 一双绵软无骨的大手 突然拍在他的双肩 他仰起头 看见那张只有三个孔眼的面孔 正默然俯视着他 极端的恐惧让小侄四肢僵硬 连一声尖叫都发不出来 当那个怪物抬起一只手 向他抓过来的时候 小侄才猛然惊醒 发疯似的正脱开那双手 朝后退 在退 拔腿想跑的时候 却被一个东西绊倒 摔了个狗吃时 脚踝上有一种湿漉漉的感觉 回头看时他下的魂飞天外 绊倒他的东西 是那怪物奇长的舌头 像触手一样卷住了他的脚 那个怪物一边缩起舌头 一边向前迈步 他的不服大的诡异 似乎根本不受 宽关节的制约 这怪物伸出长长的手臂 拍打了一下小侄的脑袋 他的动作很轻 仿佛在抚摸一只小猫 但脑袋被拍到的瞬间 小侄突然感觉头脑一片空白 恐惧一下子退到遥远的地方 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悲伤 袭上心头 接着怪物又拍打了一下 他的脑袋 这种悲伤更加深重 好像生命中所有的痛苦 决堤而出 他好想大哭出来 好想去死 但尚未完全被剥夺的理智 让小侄突然明白了 内心被唤起的悲伤 和怪物有着莫大的联系 当怪物第三次拍击他的脑袋时 小侄伸手接住了这细细的滑溜溜的手腕 然后拼命地用另一只脚去踩那根舌头 这个怪物非常怕疼 被踩了一次他就缩回了舌头 他好像比受害者还要害怕 倒退着潜入黑暗中 小侄从地上爬起 朝反方向奔跑 那种强烈的悲伤并没有消散 他狠狠地咬了自己一口 试图从悲伤中清醒过来 他跑着跑着 却突然愣在原地 站在正前方的是一个穿着长裙的女人 温柔静美 那个女人微笑的脸庞 小侄曾经无数次带着渴望和向往 在照片上 在梦里见过 瞬间他的思考被剥夺 呆呆地喊道 妈妈 小侄 妈妈带你离开这里哦 女人微笑着伸出手 小侄的双脚自动地迈开 他受宠若惊地抓住这只手 温馨的感觉从掌心传进内心 小侄 看见你长这么大 妈妈真的好开心啊 小侄点头 然后问 妈妈为什么要自杀 因为妈妈有一个非常想去见的人 那个人在天堂 小侄应该明白妈妈的心意吧 小侄再次点头 他扑过去 把脸埋在妈妈的裙子间 再也忍不住内心的冲动 放声大哭起来 妈妈不要再离开我 妈妈不会离开你了 妈妈要和小侄永远在一起 说着 一个冰冷的东西 被塞到小侄的手中 那是一把生锈的小刀 没有一点突兀 小侄顺理成章地接受了这个建议 妈妈的眼神里充满着期望和鼓励 小侄想永远和妈妈在一起 他双手握起小刀 对准自己的心脏 萌利刺下去 突然 一双粗糙的大手 按住了他的双手 抬起头 小侄看见一张胡子拉叉的脸 而刚才还站在面前 天使一样的妈妈已经消失了 小鬼 你在做什么 温馨感动 还有淡淡的悲哀一扫而空 眼前这张粗鄙的脸 让小侄愤怒起来 大胡子狠狠给了小侄一巴掌 丢掉了他手里的刀 然后粗暴地反捡起他的双手 用一卷黑胶带 把他的手腕胡乱缠裹在一起 小鬼 你害死了我的同伴 就想这样一死了之吗 小侄这才明白过来 刚才的妈妈 仅仅是个引诱他去死的幻象 大胡子推丧他一下 走 此刻月亮已经完全沉默 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 但大胡子手上还有一盏手电筒 小侄走在前面 一举一动都被监视着 逃跑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身后传来打火机的啪哒声 大胡子点燃了一根烟 一反常态地说出了些温和的话 知道吗 我最恨自杀的人 自己一死了之 把痛苦留给活着的人 我父亲当年因为战败自杀 抛下我们母子 所以我恨这些自杀的人 小侄默默无言 被扇过耳光的脸颊 还在火辣辣作痛 大胡子又说 我听奶奶说过 那种东西叫杖销 本来以为只是传说 没想到真的在这里看见了 青木园还真是个了不得的地方啊 什么是杖销 强烈地好奇让小侄冲口而出 他居然和绑匪交谈了 这让他觉得不可思议 杖销这东西嘛 据说非常喜欢自杀者身上的味道 为了享受一顿美食 强大的杖销甚至会勾引活人自杀 我不知道你刚才看见了什么 不管是什么 都是杖销为你制造的幻影 他把烟头扔在地上 使劲探灭 又说 小侄啊 你是叫小侄吧 你可别怪叔叔狠心 要怪就怪你的混账父亲 本来我可以安安稳稳地退休的 可他却找个借口把我辞掉了 快走 小侄乖乖地往前走 四周的密林中有咕咕的声响 莫名的 小侄有点同情这个大叔 但是 一想到被绑架的十几个小时 一想到被反捆着双手 丢在又臭又热的车里 他还是很不甘心 这时 他们的脚下已经出现一条小径 沿着这条路向前走就能离开树海 这同时也意味着 他逃跑的机会不多了 恰好在这时 大胡子的手电闪烁了几下 然后熄灭了 经过一晚上的折腾 电池终于耗尽了电力 意识到这是个绝好的机会 小侄朝着侧面冲去 挣脱了大胡子 拼命地奔跑着 后面传来大胡子愤怒的叫喊声 可恶 给我回来 两人在一片朦胧中追逐着 后面传来一声温响 大胡子好像撞到树上去了 这时天光渐露 四周渐渐明亮起来 小侄把背后绑的双手 从脚下挪到前面 这样跑起来会比较方便 他用双手撑起身体 小心翼翼地走回那条临间小路 突然听见侧面传来的响动 他犹豫了一下 拨开一片灌木 大胡子正跪在地上 眼泪鼻涕流了一脸 哭喊着爸爸 我爱你 他的右手握着一把蝴蝶刀 准备在左手的大洞脉上切割下去 他身后的一棵大树后面 隐约站着一个杖销 满怀期望地注视着大胡子的一举一动 大胡子是个坏人 所以该死 可是他救了自己的命 两种想法在小侄内心交战着 眼看着刀子就要在大胡子的动脉上割下 小侄狠狠心 一咬牙冲了过去 一把夺过大胡子手中的蝴蝶刀 惊醒了沉浸在自杀幻梦中的大胡子 小侄双手握着蝴蝶刀 狠狠地扎进大胡子的腿上 哀呦一声 大胡子扶着被刺中的腿 叫骂起来 小侄不敢停留 立即朝小路上跑 他回头看了一眼 那个杖销已经消失无踪了 被扎伤大腿的大胡子 应该没那么容易追上他吧 他们是敌人 但是在非人的物类面前 他们又是短暂的同盟 奔跑中的小侄 认为自己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 天色已经明亮起来了 前方的树林开始变得稀疏 小侄深吸一口气 鼓起全部的勇气 沿着小路向前奔跑 跑着跑着 前方出现了一面告示牌 正是进来时看见的那面 实际上这面牌子两面都有字 正面是给进来的人看的 反面则是呈给走出这里的人 金字般的阳光在告示牌上跃动着 上面写的是 活着才是真正的勇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喜欢的话请给我点个赞 别忘了订阅和分享 谢谢你的支持